另外衛福部长邱泰元日前被批评乱爆料 到立法院巡谈的时候发言 似乎跟隔魁卓榮泰又不同调吗 立法院上会期通过健保点值 平均1.0.95元的主决议 但是总预算却没有编列相关经费 遭到立委质疑 对此行政院长卓榮泰背询的时候说 财务上要达到1.0.95元有实质上的困难 但是卫福部长邱泰元他却说有信心达成 被栏尾当场质疑两个人不同调 后来卓榮泰马上缓夹 说1.0.95元是政府的目标 邱泰元也赶紧改口说没有打脸的问题 连立法院三党共事的议权 行政院都不拼 就目前的财务来看 就健保的总额给付来看 明年要达到0.95 应该有它实际上的困难 为健保点值护杠隔魁卓榮泰开展国民党立委 委员你还记得你刚刚上一提示 要增加健保的骨质失踪的检查 这个钱从哪里来 你一方面要增加检查 你刚一个行政院长问我钱从哪里来 立法院主决议2025年6月底前 健保点值应达到平均1.0.95元 但卓院长才刚说财务有困难 卫福部长邱泰元马上唱反调 明年我们有信心达到0.95 我们在我们整个EJ的努力之下 那你怎么跟卓院长两个不同调 连坐在一旁的前委副部长陈时中 也被扫到台风尾 中而次是陈时中部长 他从德国拿回来 血汗衣物已经产生社会现象 脱下巴装没事真的好尴尬 战场拉回直询台 栏尾连番追问 委员我们的目标就是0.95 我现在如果给你保证 赵委员的提议又增加支出 那我们要达到就困难 邱泰元日前才AP乱爆料 如今又与卓院长不同 掉下了背询台后急忙再改口 完全没有所谓的打脸的问题 因为院长他比较 他已经尽他所能 也觉得说可能还是有他的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要有意见 不要做潜用在刀口上的一个处理方式 内阁间横向沟通似乎又出现落差 左内阁上任快半年 还有磨合的空间 记者中报道